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直接走过去这样子 不可以从 他不可以 你有遇过这种人吗 有 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要按规矩来 有点可爱 你用可爱是不是 有时候蛮可爱的 但是要控制一下频率 那如果他是你的家人呢 他是我的家人 那就看讲什么事情 如果我可以飘走就飘走 那如果你是同事 然后你还跟他对口呢 你是说我们是厂商双方的对口吗 没有就是一般同事 然后你们要一起合作 然后他永远都有他自己的规则 他不太管你的规则 我觉得就是要看我们当时的情况 时间允不允许 然后还有我又 我又没有想要多教他或救他 如果我不想当救世主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答案太公播版了 你就觉得还可以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每天每天呢 你觉得你有多好耐心 就是控制一下那个 控制一下频率 我觉得你直接就讲吧 一般人应该就会受不了吧 然后就觉得他很难搞 所以就把跟他相处的时间 浓缩在一起 一次处理完就好了 就是尽量减少接触面积的意思 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啊 我觉得太快跳到解决方法 我们今天就来聊 你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过一种人 他呢很难搞 难搞是结论 可是他可能是哪里难搞呢 有些人是情绪化意见很多 他倒不是这种人啊 就是他有一种人是 他一定要按照某一种规则走 我们直接讲一个 听众朋友如果有看戏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了 就我们最近看的那个 谁是被害者吗 在讲之前我是想说 我先帮大家再把那个轮廓 讲得清楚一点 就是你想想看 你日常生活当中 难搞当然很多种啊 有些人是很情绪化的 那有一些人是 就是他 他有他的规定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是 像这样的人 就你身旁有一种人是 你一定要按照他的步骤走 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步骤走呢 他就会一直不停地跟你argue 在同一个地方跳针 对对对对 他会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跳针 就算你是他的长官 你跟他讲这样OK可以的 他还是会不甘心 他会继续回来烦你 是 不晓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或者你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或是你自己是的话 那关于这样子的人的更多的认识 好啊 那我可以讲谁是被害者吗 好啦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 是因为我跟杨老师都看了一部热门的台剧 谁是被害者吗 那如果你有看的话就会比较了解 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人的轮廓是怎么样子 那其实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男主角 张孝犬演的那个角色 是 就因为这部戏真的还蛮红的又很好看 然后很多人就剧情啊或社会议题都提出讨论 不过我们两个就是想要特别聊一下男主角 他的雅思特质 是 他是不是有一些他自己 他自己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们一直没有去理解他就会一直用正常人的方法来跟他互动 也搞得双方都很痛苦 是 所以我首先就要问杨老师 就是张孝犬他扮演的这样子的角色啊 就是他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反应 就是我们可以去认出是雅思特质的朋友 好我先说 我再先这边补充一下 其实我有看这部戏的幕后花絮 那我自己在看这部戏的时候 我也觉得张孝犬演得很到位 是 因为我真的有遇过雅思的 学生 然后我就会有一种 哦对就是这样子 而且张孝犬是比较放大一点 那我有看一下花絮 就是好像他们这个剧组在拍 开拍之前写剧本的时候 是真的有去请精神科医师 对 这是负责任的态度 去做填调 填调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对雅思很有兴趣 或是你真的 好像你身边有一个人 有类似的样子 但是你不确定 我蛮鼓励你去看 在里面张孝犬的一些行为典型 其实还蛮 还蛮 就是我们典型雅思会有的一个状态 大概分成四种 好哦 第一种其实是最容易看得出来的 就是 他像 就是他是读不懂情绪的 他是完全读不了别人的言下之语 之语 像日本人说 这个叫读空气的能力 有没有 我在猜亚斯洛活在日本 应该很辛苦吧 他们会更纠结 因为日本是一个更不说出口的民族 然后就什么都是你要自己能够懂人家背后的意思 对对对 他用那个揣摩 其实大家知道吗 那个揣摩 我们当然会觉得 这不就是很合理的 人性自然的反应 但其实在大脑机制上面 关于社交系统的这个成长 是 其实他在大脑是有一步的 就是那个特定的区域是负责管理这个的 所以亚斯 或者我们说犯自闭症 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用自闭症这三个词 对好像有点标签感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自闭症的小孩那就没得救 或者是很不OK 但其实自闭症它是一个光谱 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调感自己就是个自闭儿 不想理人的时候就说我现在自闭 对对对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 当然最严格的医学标准 对自闭是有一定的操作型定义 或者是它的范围 可是我为什么不是那么喜欢用自闭这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字 似乎就已经贴上了 他们只能跟自己在一起 可是我自己这么多年遇到了 可能范雅斯的这种学生 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可以懂别人的 只是他们的方法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对对 只要有一些方法帮他们 对 然后他们其实还是会渴望跟人连结 并不是真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玩 然后玩得很开心 完全都不管别人 不是的 不然他不会来上我的课 对对对 其实他们也有感觉到 他们在人际之间很不顺畅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状况 但那个不顺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吗 可以我等一下会讲 对我们等一下晚点讲 先讲完那个范雅斯的特质 就是他们为什么还是会来 就是我想讲的事情是 他并不是不在乎人 所以我不喜欢用自闭这个词 但是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讲的第一个 他是读不懂情绪的 完全读不懂 就是他可能到最后只意识到你生气 可是有时候我们人到生气之前 我们这中间可能有一点点前面是失望 那我可能试着跟你说 你听不懂我有点挫折 然后再怎么样再讲 我们最后才演变成生气 可是对他们来讲 也许这中间的所有的情绪 那个中间的过程就没有 对不对 他是读不出来的 然后他最后只发现 为什么大家都对他生气 就只有承受那个结果 对 所以呢 这就是他们辛苦的地方 我讲一个剧情里头 大家可能如果要去对照 比较好对照的就是 张绍权跟他的那个长官 也就是王世贤 演的那个刑事侦查组的 队长 对对对 然后他们有一幕是队长在跟所有人开会 因为他们要侦办一个 案件 案件嘛 很棘手的案件 然后张绍权就 这个时候他就自己走进来拿着那个 他的 卷宗公文甲 见识报告 这样子 然后就是 大家在开会哦 如果正常 一般来讲 宜权如果你看到你的老板 在跟其他人开会 你正常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先在旁边等一下吧 对 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现在就是有事情 敲门就没敲门 就闯进去嘛 闯进去就直接找王世贤 对对对 这是我等一下讲的第二个叫故作行为 可是 即便是这样哦 然后他老板 就是王世贤 就是白眼了他一下 他就说你没看到我在开会吗 嗯 他是 就是完全 他继续讲他要讲的 对对对 他是读不出来 他老板已经生气了 对啊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 就是 好像 对你来讲很自然的事情 对他来讲很 很困难 而且他真的听不懂 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个敏感度 不是很快的就说他雅思 你可以想一想 他是不是在某些结构上面 真的跟你不太一样 对 这我们先括号 大脑结构 括号起来 因为其实我也有遇过 学生是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也怀疑他是雅思 嗯 一开始 嗯 然后后来我就 就是做教练的时候 个别的时候 我跟他聊其实还算 还算顺畅 OK 然后他也没有像我等一下讲 第二个故作行为那么多 嗯 然后我就心里想 那他到底为什么 对情绪的敏感这么低 对 为什么 往回推才发现 原来他的成长经验 因为可能 父母的教养方式 让他关掉了很多 感受 感受 感觉 对 不然他会受不了 嗯 所以 其实他们就不是雅思 嗯 至少不是我在学术上面 学到的 典型 哦 明白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嗯 有时候我们在做临床判断 要做一个诊断 不是这么容易 嗯 我们都会交叉 他很多确定 你到底是只有在这个情境 特定情下 做不出来 对 还是你是完全真的 在不管任何情境 任何情况都是这样子的表现 对 对任何人都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 可能有雅思的状态是 他完全读不懂情绪 读不懂情绪 第二个呢 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会有非常固着的行为模式 哦 什么叫固着的行为模式呢 刚刚我讲的就是 就是他不管别人 要干嘛 嗯 他没有要管别人 在开会还干嘛 他想要干嘛 他在自己的流动里 对 比如说在剧情里头 因为张夏全 我们这边可以爆雷吗 我们今天不是讲剧情 我们讲 我们重点在雅思 所以我们就不管雷了 好 如果你现在还没看 你不想要我爆的话 maybe底下消音 跳三十秒 对对 再继续听 对对 你快快点三十秒 就是 比如说张夏全 他为了 也找出幕后的凶手 因为这件事 跟他有极大的相关 所以他就会知道说 有一个可能是线索的来源 他就会冲到人家家 然后也没有宣说明 他要干嘛 他就拿着一张 他女儿的照片说 你也没看过他 对 你也没见过他 然后你知道一般人 莫名其妙的被问 这个一定会吓到 而且张夏全压力很大 他有时候就是 旁边又有刑警 或有其他人 他怕被发现 所以他又急又快 然后眼神又狠 对 然后每个人都被他压到角落 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对 你想想看 你如果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个人 他常常在他自己的流动里 然后他想干嘛 就直接做 他也没有再跟你解释的 这时候有可能 这是 我们可能要留意一下 对 我们要收集到一个点数 一个线索 对 他就是 他们会非常有固着行为 好啊 然后第三个呢 他们会有点心 就是他们完全无法 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 他也没办法模拟 你别人的状态 就不能换位思考 对不对 对 其实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开录 到现在大概十分钟 其实 宜萱我刚才已经邀请过 你好几次说 如果你在开会 或是你老板在开会 我都是在邀请你做一个模拟 模拟 对 就是你不是真的在那个状态底下 可是你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对 可以 雅思没有办法 就是 除非他后面有训练过 否则 他们也不能玩角色扮演咯 对 他不能玩 加加酒 好 应该说他不会爱玩加加酒 他也许还是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可是他会不吸引他 因为对他来讲 他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境 他没有办法去体会 如果被打针 没办法融入就 没有乐趣嘛 然后 他周围的人也就感受不到 他的一起的共鸣 所以就也玩不起来是吧 对对对 所以角色扮演对他们来讲 很重要 很难 很难 那我在想 他们应该也不喜欢玩一种电玩 是那种 要模拟情境 对啊 你说自己要置入人设吗 对啊 开店啊 角色扮演啊 这种 这种电玩应该对他们来讲 不晓得 没有信力 你下次如果有再遇到这样的学生 可以 问他你都玩什么电动玩具 对对对 好 那第四个 最明显就是 他们也没 没办法消化情绪 这里的情绪是自己的情绪哦 第一个情绪是没有办法赌别人的情绪 但他自己的情绪 他还是有情绪 有些人会误解说 亚斯或自闭儿是不是就没有情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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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是有情绪 他有自己的情绪 对 但是他消化不来 我想到张孝泉那场戏 超经典 他第一次见完徐伟宁 有没有 然后徐伟宁就 因为徐伟宁其实是一个社会记者嘛 就比较滑溜一点 然后他比较 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 比较强调利益交换 所以张孝泉在还没有释放出任何讯息的时候 徐伟宁就什么都不讲 然后结果他做了什么 你说 他就做了一个蛮经典的 就是他就回到自己的车上 然后在车上用力的狂砸自己 就是用力的捶自己 然后发泄 那这就其实在蛮多自闭的孩子 身上会典型看到的就是自残 或者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会不停的拔毛 或者是撞墙 就是重复的做一些伤害他自己的事 其实是他不知道怎么消耗他心中的情绪 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很辛苦的孩子 所以这个是雅思的朋友 或者是你身边你把他憋 例如是可能真的觉得他很难搞 你可以来想想看 对一下这四个主要的主要 当然还有很多细项 我今天就不一一讲 但主要就是这四个 好 那如果我们跟雅思的人相处啊 就是我们就一般人通常会遇到什么状况 还有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雅思的人很容易让人家生气呢 很容易让人家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脑袋都走直线啊 他不拐弯的 因为他们刚才有讲他有固着行为 对 所以固着行为的话 他就会坚持到他要 要到他要 就所谓坚持度很高 OK 那你想想看坚持度很高 在某些时候是好的 比如说 其实有雅思的人 做研究 对 做 有蛮多人感 都有发现他们好像在某一个专业技能 他们自己有兴趣的那个专业项目上面 会发展得非常好 对 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很难被分心啊 因为 他们专注力超强的 对对对对对 只有他自己有兴趣的事 但是那在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 那他如果他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自己身上 他就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需要 那你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需要 你又坚持要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那别人就会感觉被冒犯啊 哦 为什么我要让你 对不对 你又没有让我 可是在雅思的脑袋里头没有 别人让他 而且他要让别人这件事情 而且一般人会有那种互相有没有 好凶的感觉 就如果我让一次 那下次你也要记得包容我一点嘛 但雅思的人他们不是不愿意 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对就是我自己在跟雅思的学员互动的时候 我一开始还没有接那么多 讲到我接很多 就是一开始真的没有 完全没有经验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 我不知道连这件事情都要教 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是 这个你不知道 就是对我们来讲 比如说拿完别人的东西要说谢谢 这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 我应该不用讲吧 你出来 你讲的这么大 应该日常生活里头很多的这样的经验 可是他们对他们来讲 连这种小事 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是不知道 或是他很困难输入到他的大脑里 他必须是有意志的去把它完成 不是一种像我们这种 你看一下脸色大概就知道 就知道该怎么做 该该怎么做这样 后续两三步可以想象得到 对对对 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 像我自己在跟个案互动的时候 我讲一个最经典的 每次跟他们做教练的时候 如果我不是去换一个心态 就是他可能大脑结构跟人家不一样 我不可以用一般人的方式对待他 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话 我每次跟他们教练我都会觉得 你可能也会被挫折 我会我也会生气 因为他们会一直挑战我 比如说我可能跟他说 你的主管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他是在跟你 是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或者是他没有要 他并不是要阻碍你 而是他想要你一起来想一点什么 那样就是你没考虑到什么 那他们通常会有的回应就会是 可是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怎样怎样怎样 要不然就是你跟他分享说 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做 他很快的就会可是但是 那一般人在听可是但是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种你在找借口 对不对 然后你不想做 这一般人的逻辑 可是我后来发现 雅思的朋友不是这样的 他在跟你讲可是但是的时候 是他真的很想做 但是他很快的就会掉到执行细节 然后他的脑子转得非常快 他会想到很多反例 他会拿那个最不常发生的反例 来问你问到清楚为止 可是他是想做的 问到清楚的目的是 为了要他执行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到位 没有模糊地带 他可以直接执行就直接到位 其实听起来也是个 还蛮好的属下 也是很认真要做事的人 但他就是表达方式的吧 你去问王世贤在前面六集 有喜欢张向全吗 应该没有吧 应该觉得他很讨人厌吧 一直都在臭干人压 对他一直压他啊 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 宜萱你太快站在一个 他们好可怜 但我必须说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人一定要体谅谁 我今天来说 他们这个典型的反应 也并不等于说 所以我就一定会 要大家多心疼他们 因为我觉得出来工作 很现实 非常现实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 不能因为你大脑结构长这样 所以我就得让你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我其实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是的 他们就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那我们就认识这个不一样 OK 但你不用因为他不一样 他好可怜 我不觉得他们可怜 其实觉得他们可怜 也可能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吧 就是你把你的投射放在里面 对啊 因为我不觉得他们可怜 因为在他们的专业里头 他们有的能力跟资质天分 也许是高过一般人的 是一定的 所以我来讲这件事 并不等于说 要为他们说话 然后说他们怎样 所以我们多体贴他 我不是这个出发点 我其实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就是他们的典型 就像我在我的专业工作上 现在一个学生进来 然后他可能讲个几个他的情况 然后我再问几个问题 我大概就比较快能够辨识出 OK 他可能是 那当他可能是的时候 我对待他的方法就会调整 我为什么要调整 不是因为可怜他 而是因为我为了他舒服 也为了我舒服 而且你在这个互动里面 其实也让他有机会练习 他怎么去跟人相处啦 对 就是他身边绝大部分人 还是正常人 是 他还是要跟正常的人互动啊 对啊 对不对 如果所有人 他身边不是所有人都是雅思内 对不对 那怎么会是 很大部分都是正常人啊 对 要迁就他一个 我觉得这是不太对的 那我只是要来说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质 那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如果假设他也真的是 那你还要得跟他共事 你就是不要花力气 再跟他情绪过不去 因为他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好 你常常会感觉他是故意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学生会一直 可是可是但是但是 你听久就会觉得你是有意见 那你有意见干嘛要报名 干嘛要自己付钱来 对不对 这不是我叫你来的 又不是我强迫你 为什么你要来之后 然后一直不停地打抢我 如果我不理解他们的时候 我会这样想 OK 因为这是一般人正常的行为反应嘛 但因为我懂了他们之后 我就会知道 他们的那个可是 但是背后他们很快想到的 就是那个几率很小的事件 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模糊 模糊对他们来讲 我们一般对模糊 有痛苦是不是 我们对模糊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陌生 不知道的情况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试试看嘛 或者说我们那个弹性空间很大嘛 走一步算一步嘛 我们可以这样 但他们很难 好 所以他就要把那个典型弄得很 就是你跟他讲的事情 他都要弄得很清楚 清清楚楚 从头到尾 彻彻底底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张夏玄是 是雅思 然后去做见识非常好 因为就是证据嘛 然后每个证据都是要去证明 它跟什么东西有关 然后它可以证实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对而且它不会偏颇 它就是让证据说话 而不是因为今天这个案子 被告还是原告是谁的小孩 或是哪个高官 他其实不太在意这种事 那像我们一般人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所谓的人情压力 他们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 不是拿来比较谁好谁不好 而是拿来认识 他们是这样 好啊 那像杨老师 就是协助过这么多 雅思特质的朋友啊 你有没有一些经验 就是你是怎么协助 他们融入社会 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 分享一下呢 好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发现 也许这有我自己 抽样的偏差 抽样 因为会来到我面前的学生 通常他就是一个人抽样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CIA也三十几期了 你随便也三四百个学生了 好 然后而且只有CIA嘛 还有别的课嘛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有观察到 其实雅思的朋友 他们在工作上面呢 有一个蛮典型的情况 出现比例很高 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有一个 非常强的专业 比如说像张大学 他就是他们剑事科里头 最厉害的那一个 还有语人对不对 语人的那个 达斯丁沃夫办 他是数学嘛 达斯丁沃夫办 就不是雅思哦 他就真的是自闭 OKOK 他是不一样的状态 好 自闭的话 他通常会有智能上的不足 但雅思通常他还蛮 比较接近一般人吗 一般人甚至比一般人的智力更高 OK 比如说历史上很多人都被想说 他可能有雅思 比如说好像贝多芬 还是 还是那个 莫扎特 听说有 但是这种都是已经死掉的人了 没有办法做验证 很多很多典型都有 那我自己发现 像这样的朋友啊 你要 如果真的你有一个很 很好的一技之长 好到就是一般人 很难跟上你的 通常呢 工作上呢 还是可以有 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 懂得用你的老板 然后你的能力又强到一个 无以复加 哇 那是一个幸福的环境 在工作上 但是人际上还是辛苦 还是两件事 他投入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 通常都很快乐 但他只要跟人互动的时候 就会是辛苦的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 什么科技我忘了 反正就是科技公司的 很高阶的技术人员 非常非常高阶 他已经在里面二三十年 就像现在的人 你想说要做一个工作 做二三十年 还真是不容易 对不对 对 好 但是我就问一下 他的这个演变史 然后我心里想 你一天到晚跟你主管吵架 你主管怎么从来没有想要fire你 因为他专业能力非常强 对 然后他真的是强到 主管就是 反正好 我就跟你摆在那里 就是当技术人员 不要管人 这样子 好 你就做出我要的东西就好 那为什么他还是来呢 是因为 他后来好像 换到了另一个主管 是比较不会使用他的 就是真的不懂他的 所以他就遇到了挫折 那他们来的时候 我通常会有两个 一定会 在他们互动的时候 我一定会做到一件事 第一个叫做指令清楚 指令清楚 OK 就是帮他排除任何模糊空间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很容易 陷入固着的行为 比如说他开始 你跟他提一个建议之后 他开始有跑自己的城市 对 然后没有要停的 所以他会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 那这时候指令清楚就是 一般我通常不会这样做 可是如果他又陷在自己的 那个状态里 我会说 陈一璇陈一璇 停 现在停 就是现在停 好 我会到指令这么清楚 就是一般人可能觉得这样子 已经快吵架 或是很不礼貌 可是我就会跟他 就是指令非常清楚 就是听 你现在听我说 OK 或者是 这个跟你想的不一样 不是这样 就是我指令要非常清楚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然后再来第二个 要搭配 把他 我希望他在人际上 试着做的事情 SOP话 SOP啊 步骤 真的是SOP话 就是你不要觉得他 后面会自己长得出来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 比如说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刚才很喜欢 我讲完之后 他跟你讲可是但是 然后我就说 来某某某 我一讲完的话 你现在给我做一件事 就是无论我先说什么 你就说 好的 好 我明白 好 那一定要先说 好的我明白 真的很清楚耶 一定 无论他讲什么 就是明白 你要先接住别人 OK 然后呢 简单的先重复 刚刚他话里的意思 比如说我话里头 我想跟你讲什么 你一定要先重复这个 第二步骤 好的我 第一步骤 好的我明白 第二步骤 讲一下人家 跟他跟你讲的意思 第三才来讲出 那你刚刚还有想到 什么困难 或是什么疑问 是 三个步骤不能落 也不能换出去 哦好 我猜他们会学得很快吧 通常 通常执行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步骤 对他们来讲是容易的 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讲 你用这样的方法呢 我不敢跟你保证 所有都OK 因为他们都会很想要 完整的 清楚的 黑黑几百的 但在工作上应该够用 大概七八十没有问题 对对对 我就会跟他讲 你这样做 七八十没有问题 嗯哼 我也明白跟他讲 有可能会有时候 一两件跟你想不一样 但我们为了剩下来的 七八十件 嗯哼 好你都可以顺利过关 那你就这样做 OK 那他们真的是不拐弯的 就是 就是 你帮他建立了步骤 他就照执行 他就会去做 然后比如说 下一次教练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 这礼拜过得还好吗 有遇到什么 跟人的互动 对他们回馈怎么样 他就会跟我讲说 他跟谁谁谁怎样 他就怎么做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对方好像没有那么难谈 我心里讲 难谈的人是你 变顺利了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 应该是他想讲的事情是 我想要表达的 对方好像也听到了 嗯嗯嗯 没错 人果然是猴凶的嘛 但是你不要用猴凶来 就跟他讲 他是听不懂猴凶 这两个字 OK OK 你要帮他SOP话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身边 真的有这样子的朋友 嗯嗯嗯 那 有的时候你真的 要多一份的理解 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对 OK 行李清楚 然后SOP话 比如说 像我有的时候 也会跟那个学生 说 欸 你要怎么做 然后你先告诉我 你的想法是什么 嗯 那我有时候会帮他 Check一下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哪里可能会卡到别人 嗯嗯 那我可能会说 这里我们 你要做的那个都还是照做 但是拿掉什么 或是在补上什么 我知道了 他没有 他没办法换位思考 杨老师在帮他换位思考 嗯 帮忙他 但当然这个东西就是 他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他 训练这件事 嗯 你说他完全不会吗 他们到后面慢慢学会 可是他慢慢学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 他应该有点像是电脑 他就是抓到里面的逻辑跟规则之后 就可以运作了 对对对对 他有他自己形成的逻辑跟规则 所以 咚咚咚咚咚咚 嗯 就是 他们的大脑真的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嗯 其实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不一样的人啊 就让我想到 最近我们一直在听那个哈克的课程嘛 关于椰子树跟苦练树那个影音 嗯 嗯 大家很喜欢那一段 对大家就是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椰子树就是直直的一根 长长的就直接往天空长嘛 嗯 但苦练树呢 苦练树它就是 区区折折的 区区折折的 嗯 我觉得哈克讲的很好 他有他里面有一句话说 苦练树啊 就是每一个呼吸 嗯 都有它的曲折 哈哈哈哈 但它其实回到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是在 隐喻一种比较细腻 嗯 比较想比较多 比较顾力周全的人 嗯 对那我就在想 其实雅师的人啊 之于苦练跟椰子树的影域 它也只是跟我们不同物种 跟一大部分的人 比较不一样一点点 我会觉得某些时候他们是椰子树 某些时候 但某些时候他们执着起来的时候 其实蛮苦练的 哦 他们有 他们有苦练跟椰子树的特质都在身上 对对 其实我在听哈克这个影域 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觉得 哎那我到底是苦练还是椰子 对你是苦练还是椰子 第一次的时候我会觉得 大部分的时候我应该都是椰子 嗯 就是直的 嗯 就是比较 像是干净的 但你在写作上也有苦练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 嗯 你不会完全是苦练 你也不会完全是椰子 真的是看某一些情况 这是我听到后来的时候 慢慢长出来的理解 嗯 就是有些人你可能把它归在椰子 但是这种椰子里的人呢 他还有他苦练的时候 对就是那个长长的直直的枝干 人家说不定里面有曲折 我们只是没看到而已 Maybe 对不对 对不对 里面的那个细胞膜是曲折的 嗯 所以我觉得啊 其实无论我们身边 有没有雅思的朋友 那基本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 就是你只要能够理解跟厘清 我们都是不同的物种 那不同的物种 就像椰子跟苦练一样 它基本上就是不同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好 非要别人配合我们 或者是我们去配合别人 嗯 那我会觉得其实 哈克的语言连结的三个秘密啊 它里面的很多的 关于隐喻的故事 还有引导冥想 它都在让我们去体验一些 关于允许 嗯 开放 欢迎你的不同的到来 是 对不对 让我们可以 更能够懂得去欣赏别人 靠近别人 我其实今天有会这样分享 也是 我也是从一个刚开始不理解他们 觉得你怎么这样 然后想把它交成 我觉得比较舒服的样子 但后来我慢慢 因为懂了 嗯 因为了解了 然后我也 真的给了 蛮多在我们关系里的允许 就是 对 我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 嗯 但同时我也告诉你 可以怎么做 是 对 那我觉得那个允许 真的还蛮重要 就是我允许你跟我长得不一样 嗯 我尊重你是这样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 这样 对 就是因为有这份允许 所以人才能够靠近 才能够有 新的理解的开始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也 对于哈克在教我们隐喻 教我们学会欣赏他人 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是 那现在都在 影片下方都有连结 那现在还在找鸟优惠 对 大家要把握 找鸟优惠是会过去的 对 而且这个价钱过去是 不会再回头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再跟大家在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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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